这些所有的耗贵就是作为你明天劳工医的价格 跟你今天生产一个商品 对它的投入跟耗贵 明天作为它出卖的生产价格一样 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资本家确实 有人说现在资本主义是剥削工人 剥削工人主要是不等待交换 特殊的情况我们有机会再说 但是正常的规律是 都是进行等待交换的 因为你不对他进行等待交换 像我们今天不进行等待交换的结果是什么 就非常明显的 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 为什么台湾会变成全世界生育率最低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认为 哎呦法国的人口负成长我们不可想象 像我这一辈我的家庭比较落后一点 所以我有六个兄弟姐妹 但是我的同学大概是四个 到你们这一代大概顶多差不多两个 到三个就很少 对不对 但是我的同事就你们 你们这颗大女几岁 十岁这个年龄 每个人都只养一个孩子 养不起了嘛 养不起了 因为 养儿育女的成本太高 但是你又要买房 又要付房贷 然后可能还要挥钱给父母亲 照顾他养老 那维持你在台北市的基本生活 你就养不起了 养不起表示说 资本家没有足额的付给你 你工资的等样价值 所以你 你会但连简单再生产都没办法 就两个 一个劳动力再多养出一个劳动力 对不对 你等一下缩小范围再生 你知道缩小范围再生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社会就没有劳动力 就缺乏了劳动力 所以你看最近 从而引进外劳之外 现在他引进外劳还不够 所以他引进移民 引进多少人移民进来 就会有这样子的 这样的情况之间 不过 那个 那个 那 那 我刚为什么讲这个 扯演 蛤 对就 就这样子 那马克思呢 事实上呢 他希望的未来的社会呢 是在这一种 这一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情况之下 那没有人剥削人的前提是必须 生产资料不被占有 不被私人占有 我们这家中有在讨论 有关于财 那个财产是盗窃的问题 那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所以他约与了这个 约与了这个 约与了这个 那服务中是在写什么是所有制的时候 提出这个 这个有著名的论诞 就是所有的财富都是盗窃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所有制是盗窃 那当中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黑人工人说 讲了半天之后 那我们做出工的呢 我们这个 炼儒工人啊 这些难道不算吗 他说 他说你们是奴隶 你们是被机器磨杀 葡魯东的那个设想 他是要维护那个 原来的那个小商品生工匠传统 所以他把那个 那个财富分成两种 财产分成两种 一种是占有 占有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是从那个自然法来的 他就人占有自然 所以我们在说天赋人权 我们现在讲了半天 都是在讲西方这种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的概念 是来自于自然法 那自然法的最 最重要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不是现在的 我们喜欢讲的 什么普世价值 那些什么言论自由 阻挡自由 不是这些东西 他那个自然法讲的是 天赋人权讲的是说 人占有自然 的这个权利 是上天所负义的 是均等均职法每个人都有的 是不卑力剥夺的 而且不可让渡 你占有自然物 这个自然物 你可以把它让渡出去 但是你占有 占有这个杯子的权利 也就是你的私人财产权 是不可被让渡的 所以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 那现法的开宗命令第一条 一定是基于私有财产保护的 这个是所有法的基础 就是说资产阶级律法的一个前提就是 就是对私有财产制的保护 那这个不如都把它称为是占有 所以他认为一个小产品生产者 他去占有自然 比如说我是一个木匠 我去占有木材 那我对木材进行改造 最后他变成一把椅子 或是一把桌子 然后他是作为我个人的财富 这个是没问题 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所有制 作为私人的所有制 是有问题的 这里面最大的辩论就是有关于土地 有关于土地 那有关于土地的辩论是 是在这里 因为他那个 事实上土地在之前就已经进行大量的兼并 特别是洋吃人的那些过程 土地就进行大量的兼并 那继承的土地的这一些状元族 或者是继承土地的地主 他因为占有了土地 他就可以收地主 他就可以去占有别人的劳动 那如果这样的私有制被固定下来的话 那这样子财富就会变成世袭 财富就会整个变成世袭 所以哺乳东反对这个 当时的很多 自然界的政治经营学家是支持这个 他们理由是认为 土地跟空气水阳光不一样 空气水阳光是人的生活所需 就好像土地是人的生活所需一样 哺乳东的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他不可被占有 你不能去想象说 不能去想象说 有一天空气被私人占有了 所以你每呼一口气要付多少钱 你也不能想象说阳光被占有了 你每一口气要 每晒一小时的阳光要付多少钱 他认为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基本 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营学家的看法是说 因为土地是不可流动性 所以它可以跟具有流动性的水跟阳光 这些是不一样的 那他事实上是要排除人 人因为占有资产物 最后来支配人来占有别人劳动的基本条件 所以他搞的是平均主义 那在这种情况下 才发展他后来的贫困的哲学 后来的贫困的哲学 那他贫困的哲学呢 里面当然有一些马克思批批 他是对李家徒的误读 那时候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营学还没很健全 所以他大量用李家徒的劳动价值学说 来反驳那个乌鲁东 但是最重要他跟他的争执是在后面这一部分 有关于辩证法的部分 有关于辩证法的部分是涉及到 那个政治经营学的范畴的问题 这里比较学术一点我就不全面展开 简单说马克思在这里讲 比如说他问你说什么是财产 要他定义清楚 问你什么是怯道要他定义清楚 这在讲说这个范畴这个概念 到底是永恒不变的 比如说财产这个概念 所有制这个概念 是不是永恒不变的 如果是永恒不变的话 就是非历史性的 那非历史性的他就是 就是天然合法的战略 你懂我的意思 那包括普鲁东案里面提到的 从分工到交换到 到机器到货币到银行到 一连串的概念 他都把它视为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永恒固定不变的 那这样就出问题 马克思说不是 这些所有的范畴都是历史性的 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是有他不同的内涵的 比如说分工 分工在中世纪的时候 其实是剩余产品的分工 就是多出来的少数的剩余产品 我除了自己的制度消费之外 少数出来的产品 在偶然的状况去进行交换 在分工底下去进行交换 但是后来到小三民生产为主的社会的时候 你几乎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 社会分工很多都已经变成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 我一个工匠我生产的东西 我是一个打铁匠 我生产的镰刀 不是为了我自己作为一个农民 我要割镰刀用 而是他要作为一个商品卖给农民 我要换取他的交换价值 换取他的货币回来 这是开始进行商品化的 到最后到资本主义大公民生产的时候 才把一切不是人的劳动产品也商品化的 包括人作为劳动人本身商品化 所以像这样的概念事实上是历史性的 历史性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作为历史唯有主义者的核心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历史性的概念呢 就说明了有东西会来就会去 而且世界处在一个不断变异变化当中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历史 非历史就是永恒的是普遍的 代表你是上帝的意志也好 或是人的普遍理性也好 他就不可被变化 所以在马克思前很多政治经济学家 特别是那个 马克思称为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家 他就把过去的东西视为是历史性 比如奴隶制、封建制 这个是历史性的 人类到了资本主义的时候才兑现了人的理性 才兑现了人的理性 从此就没有历史了 也就是说从此历史 那个法兰克福 那个福山 那个日本在美国的作家 不是写了一个历史中结论吗 后来当然他最近已经自我否定了 他说确实没有 没有 现在的这个资本主义体系 不是历史的最终形态 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他们今天 资产阶级所建构出来的这一套社会关系 以及相应这个生产方式 所体现的法的关系跟国家形态 把它固定化 称为是人类理性的最后的实现 以后就不会再更好的 不会有更新的东西了 就不会变动了 那这样的一个统治关系就稳定化 所以你看在这里跟工人宣传说 说你被剥削的时候 他说没有资本家怎么会有工人 就好像中国大陆在搞革命的时候 那时候搞十年土改的时候 那搞十年土改的时候 就跟电龙讲说 电龙讲说我们要起来推翻地主 要跟着有齐田 那电龙撒住了啊 电龙不知道啊 那时候怎么可能 千百年来我耕作人家的土地 富人家 地主这是天经地义的 怎么可以把地主推翻掉 就是悲啊或者他不一定了解他的处境了 后来解决问题 这也是世里大马克思的核心的 就是依靠和依靠科学 那怎么依靠科学 比如说举大陆的例子 就是说大陆在搞土改的时候呢 他就去发起一个写四种运动 四种历史 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口述历史的先端 这个后来 九零零代的时候 影响了人类学跟理性主义 现在已经变成是植化研究的贤学了 就是透过口述历史的方式 那他当时怎么进行 他当时进行就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他就写春史 找农民一起来写春史 来访台写春史 写一村两村的村 因为土地改革是用村庄的村 村庄的村 然后呢写家族史 写企业史 还有个人的生命史 后来他们发现在回溯这些东西的时候 发现对齁 这块土地以前是我阿公的 是因为那个什么饥荒 或者是说赌博 或者是说被官府霸占 后来就变成人家的 那有了这个理解之后 诶 他那觉得那我把他拿回来是应该的 那土改就得到了 得到了那个 那个农民的支持 同样的马特斯在批评魏特林就是这样子 你光从压迫的现象 然后要求他们去反抗压迫 然后非常激进的盲目的去进行暴动 但是你没有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被压迫 然后你怎么解放自己 你解放之后要去哪里 你没有这些理论思想的指导 那你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是空话 而且这个运动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所以 这里就涉及到后来从政治者同盟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这一场重大的欧洲功能联盟的这个变动 那讲那个马克思跟普鲁东跟魏特林 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呢 他在后来后半生写政治经理学的时候 基本上 基本上他有三个对象 基本上有三个对象 一个对象是古典的政治经理学家 从李家图 从那个亚兰斯密到李家图 他认为这些古典的政治经理学家有他的科学性 为什么有他的科学性 因为他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 他尚不会完全成熟 是小商民生产 在萌芽的阶段 所以他不需要去遮掩他的利益 所以他展现一个科学性 但是他也有局限性 局限性就是他受到他时代的限制 他看不到后来 机械大工厂之后发展的出现的情况 所以他对他是批判性的继承 就他继承了他许多东西 然后对他 他有局限性的 或是误解的部分进行排除 是批判性的继承 这是一个对象 那另外一个对象就是像普鲁东 或是魏特林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 就是代表小商品生产的立场 然后要把世界解释成是非历史性 甚至是反历史的 像普鲁东他们就希望退回去 你不要再往前走 退回去 不要再往资本主义大工业走 要退回去 他把它称为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还有像Muller 这些呢 他把它称为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 庸俗的政治经济学 也就是说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取得 尤其产业资本 已经取得支配性地位了之后 那因此呢 他的不合理性也暴露了 那他就必须在政治经济学上 把他这个不合理把它合理化 那这种不合理的要合理化的过程 就我们刚说的历史中结论 就把现在的这个分配关系 说明说是最好的 最好的关系 所以像Muller在讲的就是 工人投入劳动力 所以你取得工资 然后那个资本家投入资本 你取得利润 然后地主投入土地 你取得地租 那这是一个对线自然关系的一个 合理的关系 你怎么可以说他错呢 大家都有投入好 大家各取他应该得的分能 他们就要在很多方面 把这些东西都合理化 所以整部片子大概呢 等一下我们再开放讨论 等会大概是讲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莱恩豹时期的马克思 那莱恩豹时期的马克思呢 其实这里面描述有一些也是 你记定印象 把它描述得像一个愤亲一样 看起来很熟悉 很熟悉我们现在的愤亲 那莱恩豹时期的马克思 他还是跟青年哥的学派 就跟鲍威尔他们在一起 那那个时代 那个时期 事实上是德国 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王国是在1701年 做神圣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公国建立起来的 那已经面临了这种封建关系 面临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一种新的思想要去颠覆过去的这些关系 因为资产阶级兴起 市民阶级兴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要跟那个以康德最终代表的这个 这个德国的那个 古典哲学 要分道扬镳 中间很重要的过渡型的人物就是黑格 所以黑格尔的辨证法 黑格尔的主观维心论 跟 那个客观维心论跟康德的主观维心论 跟不可知论就开始分道扬镳 所以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那在国家这里就要从基督教国家 就普鲁士王国这种基督教国家 还以宗教神权为国家意识的这种建构 那个国家具有宗教性的这种建构 然后要变成世俗化国家 世俗化国家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所谓的那个理性国家 所以黑格尔的概念里面 他的法则学概念里面是认为 比如说 现在社会事实上是 每一个脱离封建附属的个人 首先那一个individual的个人 这individual个人特性是什么 是脱离你所有的封建附属关系 你说家庭啦 血缘啦 这种封建关系 你就做一个单纯的个人 然后呢 以立体主义的态度进入市场 进行物跟物的交换关系 所形成的社会网络 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所谓的市民社会的 他三个层次 一个是个人嘛 这个个人不是家庭的 不是封建属性 因为如果是家庭封建属性就麻烦了 麻烦在哪里 麻烦在我是哥哥你是弟弟 对不对 我说你招两岛米来我们岛 就拿两斗米来 你敢说大哥按理要给我150块 他说没有办法都兑现这种自由意志的 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人 以他的自由的意志来进行物跟物的交换关系 大家懂齁 那在做这个物跟物的交换关系 每个人都以争取到他最大利益为基础 是立体主义的 那所形成的这个复杂的网络 这个复杂的网络叫做Sever Society 所以他的网络学第二个范畴是Sever Society 就是世民社会 但是这个世民社会 如果每个人都是立体主义的话 都是立体主义的话 会互相侵蚀 会想办法我要占更大的分额 我要建买归卖 我要怎么样 我要炸鸡 我要什么 或是我要应用各种手段 那这样子这个 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人 在自由意识底下 通过物的交换 所形成的这个社会网络关系 就会崩解 就会崩解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派生出更高的范畴 这个更高的范畴叫做国家 国家事实上讲 国家形态就是法的 法的形式 派生出国家之后来制约 这也跟企业论有点接近 就是说你必须让渡出去 你某一些权力跟自由 来保障你能得到最大的自由 而让渡出去的是第三者 这个公正的第三者来保护这个过程 所以你看那个资产阶级法权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谈治安法 治安法保护私有财产 保护你占有自然的权利 第二个谈民法 谈民法谈什么 谈你们买卖交换的时候 你们的财产关系 怎么确保你们是 用等价交换的方式 以公平自由意志的方式进行买卖 那一旦侵犯了这个东西之后 才是刑法 才是刑法 然后呢 最后是公法 就是宪法 来做最基本的规范 大概他的体系是这样派生出去 那个逻辑的原因是这样派生出去 那国家跟法的形式 就作为维持这个世民社会 特别是这个世财王后 不会自我崩解的一个 一个普遍的意志 对现人的理性 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普遍的意志 代表普遍的利益 这个是黑格尔的法则学的概念 那刚刚在第一个阶段讲的 那个莱恩豹时期的时候 他把他诠释成为 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这个是一般西方武力青年喜欢搞的东西 因为同情农民 然后看到农民去捡木材 那当时有一个法令出台 就是叫做反林木造窃法 所以他就开始写文章辩论 但是事实上远美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 不至于把莱恩豹关掉 然后把马克思驱逐出去 这个时候马克思是说 因为他的概念是理性国家 这个理性国家是相对于 相对于过去的这个基督教国家来讲的 那这个理性国家表现的是普遍意志跟普遍的利益 国家跟法要表现的是普遍的利益 但是他这个法的形成是透过等级议会来实现的 当时的议会分成三种等级三个委员会 一个是代表贵族跟传校士的 贵族跟传校士的是一个等级委员会 一个是代表歧视阶层跟 因为歧视就是有战功的嘛 歧视阶层跟公务人员是一个等级委员会 一个是代表城市的自由公商业者是一个等级委员会 那对不起在那个时代没有财产是没有政治权利的 五代阶级是没有政治权利的 农民也没有政治权利 那他们因为是这种等级制的议会 所以这个等级制议会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呢 就违反了这个理性国家的普遍化言者 因为它会代表特定阶层的私人意义 它会代表特定阶层的私人意义 最后事实上是自我否定了法的普遍性 那表现在这个反林木大切法就是这样子 欧洲本来它在中世纪的那个庄园制度底下 它的土地石油是里面分成主要分成三种 一个是农母的自耕地 一个简单说啦 一个是庄园主或是贵主的领地 然后一个叫做free land 一个叫free land 那农母除了是要付劳役去帮这个城堡的庄园主去耕作他的土地之外 那有时候后来又变成有的要缴税金 劳役跟税金 那要缴教会的十一岁 但是有一个地方叫欧洲你在看到平原流 还保留了一些平原的森林 为什么保留下来 因为它一个叫free land 这个free land名义上是属于庄园主的 但是它不是拿来从事生产 它是给这些农女们去放牧 去捡牧材 用的 就你养 养 牛 养马 你要有地方去吃草 你去放牧 你去捡牧材 用的 但是 它的所有权是庄园主的 所以你不能对荧幕进行看法 所以它里面有一段就在讲说 那个 从树上把树枝摘下来 跟掉碱石 掉在地上的枯枝 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但是那个时候为了保护这些 这一些私有财产 那特别农民去捡牧材之后 就不用买煤 大家懂 捡牧材过冬就不用买煤 所以就把连捡牧材都视为切大 都视为切大 那马克思从这个辩论开始 从这个辩论开始 他环绕他在来恩报十集的很多文章 他事实上核心在讨论这几个东西 私人利益 理性国家 这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那怎么调节这个私人利益跟理性国家呢 当时马克思的设想是 是自由报纸 自由报纸 就是报纸是作为个人 就新闻啦 自由新闻 媒体是作为个人跟国家之间的组结物 它既有带有公领域的属性 但是又跟官文化不一样 然后他跟个人之间又不体现特殊的个人利益 他体现的是普遍的利益 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结物 所以他环绕这三个东西来讨论 讨论这三个东西的时候 就要要求去改变国家体制 大家懂 事实上他是一场革命的民族主义 他那个激进性不是人道主义 重要的不是在他的人道主义 重要的是他是一种革命的民族主义 所以他要废除等级议会制度 希望废除等级议会制度 然后将普鲁斯王国 从基督教王国 基督教国家改变成为理性国家 来体现人的普遍利益 所以他就变成是颠入现在的统治者的核心的利益 所以他当然他们就被解散被驱逐 大家理解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使得他认识到说 那黑格尔的法人学可能有问题 可能有问题 你假设国家跟法的那种普遍性 是不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 那为什么不存在 他要去追究理由 追究理由的结果是发现说 因为社会 社会并不是均值普遍无差别的个人 黑格尔的假设是 这个社会是均值普遍无差别的个人 所以每个人的个人利益 体现在里面变成一个集体的普遍化的利益 但不是啊 这个社会是有等级有阶级 所以他后来在宣传里面讲那一段话 起今为止所有的社会都是阶级社会 都分裂成两个集团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起今为止的历史 事实上是跟他从早期这里萌芽开始 他就发现实际上法的形式跟国家形式 包括社会形态都是有阶级属性的 有意义分化的 那怎么去体现出一个普遍的意义 那他本来以为是可以透过 透过那一种 人民的那种 那种心理运动 能够来兑现这个东西 你后来他在国家暴力一下来什么都没有啊 那这个是马克斯第一个阶段的结束 第一个阶段结束 后来他流亡出去之后 那个德化年间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他发表两个重要的文章 就是他正式跟黑格尔的法则学决裂 一个就是黑格尔法则学必派 一个是黑格尔法则学必派 一个是黑格尔法则 一个是论犹太人问题 那这个时候他也涉及到一个核心的讨论 那到底人类寻求解放的时候 是如何来兑现 依靠什么力量来兑现 也就是说 我们老师常讲的这个Transformation Aging 就是变革的主体是什么 后来他觉得只有无产阶级 而且无产阶级不是能解放他自己 无产阶级必须解放整个社会 从而他才能解放他自己 是要把这个社会体制这个制度 这个生产阶级解放掉了 他自己才能取得解放 这个就建立他从革命的民族主义 出发到后来变成是一个 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态端 那德化年建之后才有后来看到了 跟瑞特林跟普鲁东的这一些辩论 那马克思核心的设想社会 事实上就回到刚刚说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 所谓的自由人它说明的劳动解放 这个劳动解放是要从两种关系来解放 一种关系是在人压迫人 人宰制人的这个社会制度解放出来 第二个要跟人跟自然的矛盾里面 人受自然制约跟自然的矛盾里面解放出来 所以它肯定资本主义虽然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 但是它带来巨大的文明福音 因为它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力 让人跟自然的斗争里面可以轻易的解放出来 那人为什么工人可以变成自由人 因为我不受我的技术捆绑 所以我可以按照我的自由意志 在未来的制度里面我可以按照我的自由意志 我选择在这个车间劳动 或者是在那个车间劳动 在这一家工厂劳动 在那一家工厂劳动 第二个劳动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以生产单位为基础 形成一个最基础的共同体 所以事实上它把它这个东西叫做association 你现在要把它换成 中文都不恰当 都不贴切啦 你说协会或者是什么都不恰当 它就形成一个最基层的组织 那每一个人都参与劳动 每一个人在基层组织 然后这个基层组织呢 透过组织跟组织之类的关系 那这个基层组织 他们推派代表参加更上一阶层的委员会 可能是一个地区委员会 那这个地区委员会 再推代表去参加更高级的委员会 最后最终到 最后的一个务的管理委员会 那就取代了这个传统的国家的职能 那这个时候你作为任何 你的权力来源都是从基层来源 所以你作为任何一个基层的成员呢 你就算贵道变成是最高委员的成员 你都还在基层参加劳动 所以一旦你违背了基层的利益 或者是你在劳动 因为他那个人在那个劳动过程 是最容易认识到人的品格跟品质的 同样在劳动过程 你会不会帮人家那忙 对不对 人家忙不过来你会不会称上一手 或者是你是自私自利的 甚至你会推诿 会把你自己应该劳动的份的 推到人家那边去 这个我们在基层生活里面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目两蓝的 所以呢你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必须有很高的自觉度跟 跟道德自律 然后你才能成为基层的代表 那一旦你背弃的这个东西 只要基层去取消你的 你的代表资格 那你所有上面的权力也就全部不见 这个才是 才是 是自由人联合体 或者是 是以前在讲说 那个社会主义民主制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原因 最基本的原因 一定是这种 重重基层台的委员代表制 然后第二个是 从自然解放出来 跟自然的斗争解放出来 所以你的劳动时间很短 那你其他你可以去从事 你各种的学习社交 或者是你学习其他的记忆 包括情感的表达 那人才有可能发展出 一个全面的人出来 所以你看你去古巴 以前古巴很贫穷嘛 当然渐渐现在开放之后 可能也会变化 那我看到我们材料 上去访问古巴工人的时候 他就说 你那个薪水这么低 工资这么低 生活这么艰苦 你怎么受得了 他说我才觉得你们很可怜 我在工作之外 我参加什么土峰湖 参加什么 参加这个参加那个 他觉得他的生活很 很丰富很美满 他说我还觉得你们很可怜 那他建立一套新的不同的价值 那这些新的价值 就不可能是建立在一个落后生产的基础底下 那也就是说 他之所以反对布鲁东 反对布鲁东 事实上是基于这一点才反对布鲁东 如果没有跟他讲清楚 你就不知道说 为什么布鲁东 听他讲起来 他也是代表了正义啊 对几层劳动者充满了感情啊 那为什么会变成马克思很大的一个政典 这个事实上就是在对 因为世界观的不同 从而产生实践入境的不同 以及对未来世界的设想的不同 所出现的 那大概我介绍的背景 他本来只给我十五分钟 你跟我讲一半 不是能讲多久 那个福玉非常博学 其实他可以一直讲讲下去 好那 你刚刚讲到那个 其实电影公司本来在谈这个片子的时候 有跟我讨论那个片名 他其中本来有一个选项是 奋亲宣言 结果我本来很支持这个 我说用这个好 这个才会卖 他现在改成叫 马克思时代青 时代青年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时代力量影响 还用黄色 对还用黄色 那那个时代力量应该要付点钱 好 那个我麦克风传 有没有谁就有一些意见 或有一些问题 我想 福玉都 就漫谈 对都不负责 都负责任的漫谈 好 有没有谁愿意讲讲话 看完的一般心得也可以 对 对 好 已经开了 那就不要管 我想请问教授 你觉得 不是教授你叫陈大哥 好 陈大哥已经在你们便宜了 陈大哥 請问你觉得 马克思他本身 算不算 武政府主义者 所以我们知道 武政府有分很多 空想的或左派或右派的 那因为他到最后就是 共产党宣言 他里面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好像是让人人就是每个自动自发 然后可能自己管理自己 或者是管理周遭的生产关系 有这样的趋向 对 那我想请 可是那个最后好像那个政府 就消失了 就是那个我们传统上认为 那个管理我们的那个政府 对那我想请教你们 对他的想法 其实他在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不是政府主义者 在你问这个问题 就很多人很困话 那你不是说国家最后消亡了吗 不是说国家最后消亡了 啊他其实上他的国家消亡 是说这种资产阶级国家 你要记住我刚开始要讲的那一句话 就所有的范畴都是历史性的 所有的范畴都是历史性的 他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有他不同的内涵和规定性 包括最核心最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劳动 他都不是一般化的 劳动可以分为自主劳动 非自主劳动 异化劳动 到未来治疗人体的劳动啊 也就是说国家政府这样一个职能 其实他是在历史中产生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形态 这个国家形态这个法的形式 主要是建立在 因为他所属的生产方式存在于阶级矛盾 以这个矛盾为基础所派生的 像我们刚刚讨论 从最基础的所有权关系 到最后那个宪法的形式 都是在资本主义这个生产阶段的 那其实他的宣传里面还有提到历史型国家 也就是说前资本主义的那个国家形态 他在讲的这个东西是 他这个是受黑格尔影响 受黑格尔影响 黑格尔认为那个所有的范畴都不是一般性的 这个跟周世纪的经营哲学那些不一样 那他只是把哲学范畴是历史性的 把它扩大到政治经济学 他各个学门领域他都是历史性的 所以他这个国家消亡 讲的是资产阶级形态的这个国家 一个阶级来制约来压制一个阶级的这个国家形态 不见了消亡 但是他新的社会有他的管理职能 那个葡鲁东 葡鲁东的那个无政府主义 他是假设人是作为一个单独独立的个人 然后就是有点像我们桃花元祭啦 你看我们桃花元祭大家还会背吗 那个 那个 那个千末纵横 鸡犬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对不对 对不对 讲的是什么 是我做一个小农 我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自己劳动自己生活 然后我们住得很近 所以鸡犬相闻啊 千末纵横啊 我的田隔壁就是你的田啊 但是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那地利与有何干 国家力量都不要进来 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啦 这种理想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啦 你们谁也不要来管理我 我不需要你来管理的 我管理好我自己 那我为什么能管他自己 因为我要生存啊 所以根本没有谁来管理我的劳动机遇的问题啊 因为我春天到了不播种 我秋天就没有骨子收成了 我就要爱饿啊 这是小商女生产者自己的想象 但是他是建立在小朋友女生产者不是小农 所以他还是有交换关系 所以怎么确保这个交换关系 普鲁东就提出一个互助主义 就是我们都是独立的生产者 但是我们彼此互相互助 怎么互助呢 我们成立人民银行 好我们成立人民银行 什么成立银行 就我们每个人出一点资本 出一点钱 那成立个人民银行 那这个人民银行来做无息贷款 做无息贷款 所以给每一个人 就给张正贷款一点钱 然后教他怎么去做一个手工工匠 然后他劳动了之后 再把这个钱还给这个银行 再还给这个银行 那要不要收利息 他当然原来规定是不要收利息 但是后来想想不对啊 这个银行管理员 马克思就批评他 这个银行管理员要不要 要不要给人家工资 那如果要工资的话 那这些工资要从哪 你是无息啊 工资要从你来 那你不是一定要收利息吗 收利息不是你所有人剥削人 因为普鲁东的那个政治经验的范畴搞错了 搞错了 他把那个机器都视为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机器应该是公益学的范畴 他把他视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所以他说为什么不要使用机器 是因为你如果使用机器就要跟银行贷款 跟银行贷款就要支付利息 你为了支付利息你就要压迫劳工 就要剥削劳工 你才能去支付利息 所以呢 就要退掉机器 不能用机器 那然后呢 你也不能用钞票 用钞票就有人会囤积钞票 那建买归买那一案达桃那个 所以他要做劳动小时券 成立人民银行 他用劳动小时券 马克思就笑他了 他说你如果成立劳动小时券 那每一个写好这题 我十个小时的劳动 当然这个不是说我真的想想 社会规定这一案的劳动 大概是价值十个单位这样子 但是生产力会发达 人类世界生产力会发达 所以你如果囤积这个 十个小时劳动券的时候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占有更多的商品 那这不是又变成资本吗 你作战的商品要从哪里来 你没有解决那些问题 就说他有很多设想 那政府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那马克思说的那个东西不是 他是从人的管理委员会 变成是物的管理委员会 如果这个社会 这马克思讲设想的 这逻辑的推演 如果这个社会已经不再存在人 剥削人的社会状态 每个人都普遍参与劳动 可以自由的去转移 转移他的劳动现场 他的工种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人压破人的情况之下 你原来为了要维持人压破人的 所有的暴力机器 存在的价值就很低了 譬如说 国家暴力机器里面就包含了 法、警察、司法官、御族、典议长 还有军队 这些的职能就降到很低了 就整个降到很低了 那你可能以列宁讲 你只能中学以上程度 你能做简单的布计 就是能做会计 能计账 能做布计 那就可以管理 管理这种国家 所以那个国家的职能就消亡掉了 变成是一个物的管理委员 当然后来人类的实践 可能 可能 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因为现在管理 就算是物的管理 都是一个很非常 复杂技术化的过程 所以未来 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个 新的矛盾 没有办法克服 我们现在也不敢说 那个是以后世界的问题 就是说后来人家说 那会不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官僚化阶层 因为你要执行这么庞大的物 就算已经是执行物的管理 这么庞大的物的管理 要调整生产分配 然后要让它取得一种平衡 那这里面需要高度的布计 高度的计算 需要运用很多 很多 技术 知识跟技术 那这些人 会不会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 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矛盾形态 那我们不排除 因为马克思主义也不排除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任何一个矛盾的解决 都是会派生出一个新的矛盾的产生 那只做一个历史 历史唯物论者来讲的话 我们是解决当前的矛盾 然后创造出一个更进步的社会 那那个社会在出现矛盾的时候 在不断的去改变它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那个国家的消亡 是讲资产阶级国家这种形态 法的关系的消亡 并不是说它是无政治主义 没有人要拿麦克风吗 没有人的话我们就用传的 每一个人都要拿到麦克风 然后你就 不讲你就把它传给旁边的人 这是我们这边的这个 这算什么 你不是有跟我们读过几天吗 好多年没见的 那我讲讲心得 就是我好像是跟着福玉就是 很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只有去几堂而已 后来因为太忙就没有去了 就你有参加那个资管会读书会 对读书会 然后他们还有送我一套这样子 不好意思 对那我是跟着 我觉得光是第一堂就很精彩啊 那时候上读书会的时候 因为从那个导论里面我才发现 哦我第一次了解很多社会科学 就是马克思真是非常 用非常严谨的逻辑 演绎这一切 那从电影里面 我觉得也反映了这个 他的个性 包括从他下起来 没有人下得赢他 对啊 然后他第一次跟普通见面 问人家的问题就是很基本啊 才是想你不定义清楚 你能并且到吗 这是互相很矛盾的嘛 你不定义这个范畴 你不定义这个范畴 你必须去反对他的范畴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在那个读书会跟这部电影 其实都让我看到说 就再次感受到社会科学 他这个严谨的逻辑推演 其实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那样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社会科学不是科学 那他们应该来念念资本 或听听导播看看这个电影这样子 然后很多东西大家会觉得你没有根据啊 他那都是主观的 可是什么叫主观 什么叫客观 是我们在很多思考跟讨论的时候 应该回头来更加注意 包括这个范畴 还有那个历史 我们是否都用现象 在看现象 在解释现象 而没有回到他背后 对就是看到他的结构 甚至他的时间性的限制等等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 这部电影们很可爱 是拍出那个 我不晓得是在历史 他是不是有夸张 然后那个马克思跟恩格尔第一次交锋 然后就一直冒爱心粉红泡泡 我觉得这超可爱的 就是我不晓得现实是否是对啊 也许这样 我也可以帮忙补充 要把我觉得真的超可爱的这样子 对然后 然后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看啦 就是就 就像他本身也许有一些 可能不是那么解读的很正确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至少他是一部很引人入胜的电影 然后我觉得他的人物的角色啊 的安排啊 对话都非常有意义 就是他 你都可以看得出他为什么要安排这一幕 然后也可以加深这样的 这样的对发展的一些解读 那我个人对于从电影里面看到的 有两个小小的疑问 就是说 嗯 第一个是他有强化减树枝的人民被伤害的那一幕 对马克思的恶梦的影响 然后我不知道是否有在暗示说马克思 他的小时候或者他的童年 有类似的家族经验或者是什么 让他还是他单纯就 就只是要凸显他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疑问 然后第二个疑问是 他们在透过他们当初要加入正义 正义同盟 正义者同盟 去取得代表的时候 有刻意弄了一个 一个tricky 就是让大家 他就去讲魏特琳啊 然后反对布鲁东 特别是魏特琳 然后让他很难堪的理性 反而取得了代表性 那这个后面是 确实是这样啊 就是说其实那时候跟你的同盟 很想把魏特琳干掉 不爽他那么自大丰丰 他都会用到处这样 所以反而他们这样子 将魏特琳一军 是一个斗争 是他们早就知道那个卖路 是这样啊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想请问 然后第三个是 我个人想请问就是 比如说福育 就是 呃 因为这几年就是 机器人AI啊 这些的 新兴的生产工具 就是一不断的兴起 那大家当然都会 就是 呃 呃 关系人会担心说 他会影响劳动权益啊 或什么 因为他就等于帮资本 资本家又 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嘛 那 那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 这样的机器人AI的发展 对于 在马克思原本 这个 时代所架构的 这些生产关系啊 劳动不屑阶级关系的范畴 有没有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就你的观察 然后第二个是 我再推一步去想说 机器人作为劳动力 我们可以 很可以预见它的影响 那万一有一天 机器人也可以消费呢 嗯 他反过来他成为一个消费主 因为 日本家做了那么多的产品 他最后还是要卖给大家嘛 没有去买 他就没有钱 那他破续你也没有意义 那有一天万一 机器人也可以消费的时候呢 那 那我们的处境又会是怎么样 好谢谢 哈哈哈哈 你先留着 你要回答吗 我先回答后面这个问题 因为后面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呃 其实如果读资本论 呃 他那个从 从那个手工工业 到 那个 资本主义现在大工坛 在讲那个 资本主义的 的 那个 机器在资本主义的应用 跟机器的自然应用的界线的时候 其实是探讨了这个问题 好 那简单的说 呃 AI自动机器之所以被使用 必须有个前提是 它能创造利润 也就是说呢 你购买AI机器的价格 哦 比你使用AI机器 所节约的劳动力的价格 哦 要更低 它才会被运用 比如我买一台 AI机器人是一百万 假设一百万台币 但是我运用这个 那个AI机器生产的时候 我节省了劳动力 只有五十万台币 那我为什么要去买 买机器人 来取代人力 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我常举一个案例 就是那个日本人 来开发那个 那个 我们那个 金瓜石的煤矿 好 因为大家现在煤矿挖完了 都不觉得那个 那个 东北角这些煤矿的重要性 因为 因为事实上 在轮船用内南机的时代的时候 用烧煤的时代的时候 整个 整个从 从那个香港一直到釜山 只有基隆可以运补煤 不然就要到日本去了 所以这个当然 它作为一个煤的运补点很重要 那日本人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法国人 来打台湾的时候 是从基隆打 一方面是煤的运补 一方面就是金矿 是从基隆打 被黑旗军用 火黑旗军打败 那 那 当时他们开这个煤矿的时候 因为日本已经是维新了嘛 所以就用大量的机器 包括那个 那个缆车 地轨 大量的机器 要去弄 但是呢 结果都赔钱 怎么生产都赔钱 因为你要一组工程师 你要维修那些设备 你要燃烧煤 来拉那个缆车地轨 那后来呢 日本人就把它卖给潘家 你们知道基隆潘家吧 基隆潘家 就后来就是继承的这个煤矿赚大钱 就潘家赚大钱 因为人工那么便宜 而且那么充裕 所以他就让人去背煤就好了 他就赚钱了 那我说这个东西是要说 现象是这样的 他原理是说 原理就是在于说 你使用机器所节省的劳动力 必须要大于你生产机器所耗费的劳动力 这是第一个原理 在资本主义体系底下 这也是马克思说 他认为资本主义这个生产关系 会限制的生产力 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为你一旦 那个使用生产 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那个界限很短 但是人类在使用机器力的 是可以比较更大的 如果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话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假设 在资本主义体系底下 要全面的AI的自动化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 他 他节约必要什么东西 第二个 他没有剩余价值可以剥取 那 另外 那 未来一个世界可能有可能 就是为了节省男人的劳动力的参与 提高劳动生产力 所以呢 不是从利润的角度 追求利润的角度去 大量的使用自动化机械 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是 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都能使用自动化 自动化 自动化只有在那种流血线的去工业化的 生产部门才能使用 比如说我最近演讲的常说 川普开口闭口 都讲要从政美国制造业 对不对 从政美国制造业呢 我们郭台平拿这些就跑去投资 包括美国很多企业都回去投资 就回去投资的结果 都是投资自动化工厂 那投资自动化工厂 美国工人没有提到就业啊 那你要从政美国制造业 不是要提高就业吗 对不对 那你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不可能成功啊 但是川普还是要做 为什么要做 因为有一些产业不能是不能自动化 比如说最简单 你看这一次川普在 在太平安国家绕了一圈 对不对 到处谈 谈什么两个东西 一个是冒冷 一个是军火 美国的工业产值50%是金头工业啊 金头工业没有办法自动化生产啊 一台战斗机有20万个以上的零部间啊 但是每一台战斗机最多让你生产几百台啊 几百架啊 甚至就是 最多让你连外销生产一千架好 你为了每一个一千个部件 就要去设计一套自动化生产机器 对不对 那成本要高到多高 那你不能用人工啊 所以很多产业其实是美尼废 是手工工业 尤其是越高个技的产品 的产品 手工工业的比例越高 Gino工业就是一个典型 所以呢 这个问题这个假设也不存在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 你可能看到他在这个劳动生产过程 很节省的劳动力 是这个资本作为个体 他实现了他的超有利润 对不对 但是 其他部门呢 是不是 是这样子 比如说 生产自动化机器的这个工业部门 难道还可以用自动化机器去进行吗 那也可能需要大量的 那个手工技工的介入 他只不过 他的利润只不过是从其他部门 所占有的这个剩余价值分认过来而已 那这个到资本路第三卷里面 所谓的平均利润率 就在讲这个规律 你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 当这个世界生产率在高度发达的过程当中 利润率在下降 为了挽救这个平均利润下降 很多产业部门都退回去手工生产 越强调手工生产 比如说现在强调我们回家做小农 有没有 回家做 因为农业的利润率 农民的自我剥削是很高的 所以农业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 因此它可以把农业部门的占有的剩余价值 透过工农部门的交换 就转移到来补贴工业部门 那还有很多啊 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个 现在其实那个 陈与业已经可以 可以做到 那个无人工产生产了 陈与业已经可以做到无人工产 这个很难的 但已经做到了 但是呢 你却看到美国加州出现大量的 十人以下的陈与小工厂 为什么 因为有拉丁风 有拉丁利的非法劳工啊 它更便宜啊 那然后呢 它赚不了什么钱 是这个企业赚不了 但是它占有的大量的剩余 就这样子转移到无人的陈与工厂来 所以我这边讲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要从整个生产体系来看 不是从单一部门的自动化来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第二个讲的是说 我们还是肯定自动化 创造高的生产力为基础 但是呢 这个生产力 会受到资本主义的这样子 一个生产关系限制住 因为它是追求利润了 所以会限制它发展 那最终会造成 为了让这个生产力能够持续发展 你就要打破这个生产关系 那那个就是一个新的世界老大来到 所以今天全球的自动化 事实上就更加说明了 这个生产体系是运作不下去 典型的就是 那么多人没有办法就业 而没有就业拿不到工资 你就没有办法消费 那当生产力这么高 有能力消费的人那么少 那这个体系就运作不下去 所以才会出现最后一个假设说 那机器人怎么可以消费 其实坦白讲 机器人本身就是消费 因为我们不能把消费值看成是 生活的消费 那个生产性的消费也是消费 那机器人这些 事实上它包含了生产性的交费跟生活消费 比如说它服务于那种服务业的劳动部门 比如说日本想要发展那个长照机器人 或者是现在那什么 什么什么 那个 AI运用到流通 流通业 这一些东西 或者是进入家庭 家务劳动 那这些东西是消费型的消费 只是它本身产品 不是它经济 那在生产它的过程 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消费 那从GDP的角度 它是可以在量上感觉到它在扩张的 量上感觉到它在扩张的 所以我觉得机器的问题 AI人工智慧的应用问题 比较是伦理学的问题 不是公益学的问题 在真正经济学里面 它跟用机器力取代能力 没有太大的差别 大规模的机器 机器力取代能力 但是工业革命就出现了 但是它在伦理学上的争议比较多 伦理学的争议就包含了 未来是不是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会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其实我们会暴露在一个 一个高度的AI智慧的 全面的载质跟控制底下 那它提供技术 它提供技术 让国家权力无限制的扩张 那这个比较是属于 论理学的问题 那前面你说 马克思小时候 马克思小时候 其实没有啦 他也不是啦 但是跟他的背景有关系 他里面说他是改宗的犹太人的儿子 那犹太人当时在 因为我说过 不如是王国是基督教 基督教国家嘛 那犹太人 他是信奉旧约的 他的生活方式 还是严格按照 旧约的纪律来进行 那在当时呢 在德国事实上 是被高度排斥的 在各国都是啦 充满了冲突 那充满了冲突 当然他跟 跟那个 那个 是鲍威尔还是谁 有不同的看法 鲍威尔的看法是说 那你这样的犹太人 你就是要放弃犹太教 你要改信 改信基督教 那马克思说 你光这样子不行 事实上 重要的是 代表着犹太人 背后的那个生产关系 那个社会关系 所以呢 事实上只有 改造了那个社会关系 犹太人才得到解放 所以他是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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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说他 那个是跟那个 黑格尔法则学批判 是同一时期的 的想法 那他作为一个 犹太人的子弟 他当然在当时的 那个 普鲁斯王国 他本身是有 能感受到 被压祸者的那种痛苦 所以他可能 会比较有 同理心 产生对劳工 跟 跟 農民的这种 认同 这种 同理心 我相信是会有的 我相信 但是呢 也不是一定这样子 如果说你就没有办法解释 恩格斯 恩格斯 是 在上升阶段的 这个 产业资本的 代表 那 或者是在 在整个 一百多年来的 那个 社会主义运动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到大量的 地主阶级的 孩子 然后 背叛他的出身 然后 背叛他的家庭 然后参与革命 甚至像 日本共产党 那种北海道 甚至把 三万公顷的土地都 全部解放给农民 那 那 那 这个 人的自觉 跟 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 但是也不是机械式的相关 恩 威特林那个 就还好 还有没有 我们那个 我刚刚讲 那个麦克风传 啊 就你后面那一个 哎 后面 你好 对 那我其实是有两个想法 就是 第一个呢 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 其实人类是在追求不断的成长 对 不管是在企业上面 你要嘛成长 那就不是 要嘛就是被淘汰 那 马克思的论点是说 人如果 要有一个全人的发展 就是 那 一定要有基本的富足嘛 所以 我第一个问题是 那这样的话 他是 不赞成的 就是人类社会 不管是在财富方面 还是在企业的规模方面 不断的成长吗 他的 他对于这方面的想法 是如何 那 还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在于说 恩 基本 老师您说 就是劳动跟劳动力 他是把它区分开来的 那可是就我的观点来讲 就是以前的劳动 可能是用来换 以物换 用你做出来的一个椅子 来换取其他的东西的富足 那现在呢 可能这个劳动跟劳动力 我觉得是 还是有 就老师您观点还是被区分的嘛 因为现在的劳动 有可能是比如说工程师好了 他是付出他自己的可能所学 然后知识 来去换 这是他的劳动 也是他的劳动力 来换取他的 并不是在椅子了 而是说 是一个 一个 一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 可以让他换取金钱 来满足他生活的其他部分 对那 老师您认为现在 在这个社会 就台湾来讲好了 还是劳动跟劳动力 是分开的吗 对 好 谢谢 那个 呃 第一个问题是说 马克思是也是追求 无限 就是 对好 应该这么说 很多人批评马克思 因为说 他强调 人类世界进步的动力 是生产力 那因此是 人类的历史 是一个生产方式 取代一个生产方式的过程 那 那一个新的生产方式 产生最主要的更远 是来自于他那个追求生产力 提升的那个动力 所以有人批评说 马克思不反饱 对啊 老师您认为 就是有些科技的发展 也是节省了人类的 我这样子说好了 其实没有 这是误解 这是误解 因为他那个时代的 那个环保问题的尖锐度 还没有那么高 公安问题的尖锐度高 那个环保问题的尖锐度 还没有那么高 因为那时候的生产力 生产力相较今天事实上 是太小了 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呢 他既承认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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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既成整个资本主义大工业 所 巨大 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 他认为这是福音 但是他也看到他带来的破坏性 那他破坏性呢 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人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 像我们对财富的追求 应该是就是因为 我要占有他 让他为我服务嘛 我饿了 我要吃 吃面包 然后渴了 我要喝水 累了 我要坐椅子 这个都是使用价值的范畴 这是属于自然范畴 那如果人类的欲望 是停止在 对使用价值的追求的话 其实人类的欲望 不会被无限度扩张 不会被无限度扩张 因为你再大的财富 给你一百张桌子好不好 每一张桌子都雕龙化洞 各种形式各种国家的style 就算你有收藏屁好不好 那都是有限嘛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无限的 这是资本帝帝带来最大的灾难 就是人类的生产是为了追求价值 而不是使用价值 是为了追求抽象的财富 特别是转换货币之后 货币只是一种符号 一种代表价值的符号 那转换货币所有的东西 从价值变成价格 那人在追求财富的时候 就变成追求一个抽象的数字 那当他追求是一个抽象的数字的时候 那样子的贪欲就是无缘迫戒的 你不知道哪一天是满足 你就看到你累积的数字不断不断 你为了要去追求那个数字的累积 是不断不断的 那这样子就会出现 为了实现跟追求这种贪欲的满足 他就无限制的 处于某一种无战斧主义状态的 拼命的生产 那这也是带来资本主义危机 循环性危机的一个根源 因为你购买力不足 你购买力不足到你拼命的生产之后 这些东西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价值没有办法透过商品的交换 把它兑现回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作为新的资本 再投入生产 你购买不了新的生产资料 你也购买不了新的劳动力 那工厂就倒闭 工厂倒闭之后工人就失业 工人失业购买力又更不足 所以什么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很科学的要去探讨 资本主义这种循环性危机是怎么来的 这种循环性危机第一次出现是1825年 然后就逐次逐次在家里 就巨大化 这个是体现每一次危机 就是体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碰到问题的碰到困难 所以后来马克思的设想 才会是说 那我们改变这套生产方式 那重新回到人追求的是 是使用价值的这个生产 而不是追求那个价值 追求交换价值的生产 那或许这个体系才可以继续再往前发展 当你是那样子的体系的时候 我工厂可以开工两个小时就好 我现在工厂要开工24小时 是因为我的机器要勘体啊 要折旧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拼命用它 但是如果我不再追求价值 我只要是生产 生产我要工给大家所使用的东西 那足了就先停工嘛 没有什么问题啊 社会透过一个分配的调节 就可以来取得一定的平衡了 未来的世界 当然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尖锐的 非常非常尖锐 生产力又那么高度发达 但是今天你说真的是绝对生产过剩吗 我倒也不认为 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 今天资本主义已经生产力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还有什么可以发展下去 我倒也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当全球还有20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 我们凭什么说今天的生产力过剩 那只是相对过剩 那只是相对过剩 相对过剩就是相对于购买力 能够进行消费的人过剩 那并不是今天我们整个世界的总生产 已经足以满足 这将近六十几亿七十亿人口的 基本的 维持一个温饱跟体面生活的基本需要 我觉得远远还不大 远远还不大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是问说 劳动跟劳动力 劳动跟劳动力 可能你没有听明白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它那个哲学的表述不大一样 劳动跟劳动力不是两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 我在对这个杯子进行劳动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是 我改变它的物质形态 自然属性 我是创造的是使用价值 我让一坨那个磁土 最后变成一个可以使用的杯子 我改变了它的自然形态 这个是劳动 这个是劳动 那我在劳动过程所产生的这个体力跟脑力的耗费 是劳动力 所以它是同一时间 同一件事情 只是两个大型 两个不同面向 那这两个不同面向 你在现象上不重要 但是在理论上 它因为属于两个不同范畴 就会非常重要 那恰恰马克思讲的是说 因为这两个范畴不同 所以呢 就创造了资本家占有功能 剩余价值的条件 剩余劳动时间的条件 它不是两个东西 那第二个你说到的就是说 没错到今起今为止 事实上 我们在讲那个 很多人都误解 马克思在讲生产方式的时候 因为生产方式讲的是生产力跟生产关系 那通常我们说 我们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是生产方式 那都很误解说 那这个社会就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那事实上我们在考察 考察上层建筑的时候 就是它的文化形态 或者是法的关系 或者是国家形式的时候 它说不是从经济基础派生的吗 它讲这个经济基础 不是单一的一个生产方式 是这个社会存在了一个 多样生产关系的总和 也就是说呢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个情况 它有一个起支配金作用的 主导的 的生产方式 但是它还有过去生产方式的产余 还有未来再发展的生产方式 可能做萌芽的状态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我们说台湾是资本主义 对不对 说南韩是资本主义 说菲律宾是资本主义 但事实上台湾南韩跟菲律宾 它的social formation不一样 就社会经济构造 社会经济基础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台湾有125万个中小企业 平均雇佣劳劳力只有4.7人 如果以大陆的标准来看的话 它是个体雇 它连私人企业家主都说不大 它是个体经营者 那它的性格基本上是小商品生产 它的生产方式跟性格基本上是小商品生产 那这个在南韩不是没有 比较少 非常少 因为它战后是学日本搞才华制度的 所以南韩的那个阶级的森严程度 就比我们大 它雇佣劳动的那一种结构 就比我们强制性 那你到菲律宾去 那完蛋了 它基本上是小农生产 小商品生产小农生产而已 那同样叫做资本主义国家 它因为它的社会构造不一样 所以呢 它派生出来 它在法权在政治在文化关系上面 就会不同 同样的我们做社会改革运动的人 我们就要看到这一点 我们提出来的命题就要不一样 我们实践的路线就要不一样 所以今天没有错 今天是要整个在资本主义 事实上已经把人变成一个 君子化无差别的个人 因为体现的是雇佣劳动 每个人 他事实上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持有者 去出卖他的劳动力 而不再是出卖他的劳动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不存在 原来的那种形态 也不是这样子 那有可能未来的劳动形态啊 比如说作为私人占有制的消极的 比较消极的那个否定的话 国营企业这种形态 公有企业国营企业这种形态 你不能说它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 你可以说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 马克思所描述的私人占有的前提的 那个资本主义的形态 还有啊 我们台湾还有一个啊 那个合作社啊 像那个以前不是那个什么 新坡倒了 后来工人不是自己又把它组织起来 是新坡嘛 不是台坡嘛 新坡嘛 新竹玻璃 新竹玻璃嘛 那这种合作社 也是对私人占有制的一种阳气 它不能称为是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但是它事实上是一个过渡过程当中的 代表一个新的生产方式 那这一些都是存在的 那主要的形态还是雇佣劳动 那雇佣劳动事实上 它的那个是去出卖劳动力 不管你是劳力劳动还是贫力劳动 不管你是在流通部门服务业部门 还是你是在制造业部门 它主要出卖的是劳动 它被定义是小商品生产者 所以医师不能加入工会 医师不受劳保 但是最近台湾也要改变了 医师要变成是 加入老板 变成是劳保来规范 要受劳动技術来规范 就它会把很多行业都并入这个情况 但是不要误解 劳动跟劳动力 我刚刚只是说 有一种形态是出卖你的劳动产品 这你卖的是劳动 有一种形态是你出卖你的劳动力 那这两个其实如果从 从生产过程来看的话 它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两个各种面向的经济学方向 会不会讲的太抽象 不对啊 其实你们谈谈你们刚刚看片子的感想啊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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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师 不是老师 陈泰哥 我曾经听一个西方人告诉我 就是说 他们在学龄里面 其实他们只学三件事情 就是 逻辑 哲学 还有艺术 那今天其实我在这个场合 我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看到了大量的 逻辑 到 透过不同的这些专家 演变成一个脉络 成为一个哲学 然后我在环顾这四周 充满了艺术品 所以今天其实 我觉得很荣幸 在这个环境 其实三个我都感受得到 那 看这个片子 就是说 老师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说 过去其实一个人的一个时间 所换取的 其实 很难是被量化 他其实是被价值化 就是说 他靠天吃饭 然后他把 这个 人跟自然力的一个能力的结合 当做是他这个人的一个价值 在可能在这个家庭里面 或在这个社会里面 那慢慢的随着这个工业化 然后所有的事情 开始被量化之后 我们就是从所谓价值为标准 变成是以价格为标准 所有的事情 因为这个 整个行业 多样的一个分工 所以 每个人的一个定位 就是变成是价格 你的产出的一个能力到哪里 这个价格就是定位 就是把你做一个标签 那其实我们 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 其实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本来想要讨论那一块 就是说 因为其实现在的一个技术演进 自动化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它现在已经 不像过去的自动化 是非常的简单 一个简单的流水线 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所谓的多样性 还有在它的一个时效 多样性的意思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个感测器的一个进步 因为半导体带出来的感测器 所以让这些自动化的生产它可以产生一些客制化 多样化的一个特性 跟过去蒸汽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第二件事情是因为 现在已经也不但多样化 而且还可以做到共用模组化 就是我在多样化这中间 我还可以取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经济效益 我可能做一些些微的改变 然后再让使用者觉得它是客制化 事实上它还是一个部分模组化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去抗拒 就是说这个自动化走到一个程度 其实它还是大量的在取代 过去我们讲的这些专业性 很多要仰赖技术这些东西 包括现在中国现在开发一些什么自动采摘啊 这些以前很难去想象的这些能力 那我想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从最早期的这些农业时代这种 我们在谈的是价值 到慢慢整个一个 一直在数位化 我们在周边生活 我们手机拿出来 到我们出去这个门口 我们一直在被量化 我们也同时是在量化的人 跟量化我的每一个时间 它的一个价值 价格是多少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衡量 就是说我们走到这么高度的一个自动化 智能化之后 那我们下一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人的时间 它所对应出来的价值 再来价格 那再来是什么东西 我想要请教老师 谢谢 这是一个很巨大的问题 但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深层 刚刚你大家提到的就是说 当价值转换成一切的价值 就转换成价格 那这个量化的过程当中 那个 所谓的能够量化 就是表示被均值化 某一种情况被均值化 我们人跟人的差异性 万事万物的差异性 被抹平了 被均值化 所以我们才可以用个量的关系 来说明一切 因此确实你看到了 那一种属于存在文化的那一种多样性 就渐渐在这个过程被一般化就消失掉了 包括各民族的历史记忆 各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性 建基在他过去他的自然防御 跟自然劳动过程当中所建立出来 这些文化属性都渐渐不见了 你一个资本主义的工厂 你在挪威生产跟在台湾生产 没有什么感觉 因此也形成 我们作为一个现代工人 我们在台湾的生活方式 跟在農業的生活方式 那个差异性就越来越缩小 差异性就越来越不见了 自动化只是加剧了这个过程 它不但加剧了这个过程 它可能像你后来提到的 那个模组化跟多样化生产 然后说少批量多样式的生产 它在克服现在资本主义的 某一些危机的时候 还是有作用 我最近在两场演讲里面 提到那个 从大众消费到分众消费 到现在的符号消费 符号消费讲的是 价值跟价格的便利 通过赋予它符号的 作为文化的 或是符号的 或是个人的特殊性的 某一些东西 让它价值跟价格的偏移更厉害 那也就是说使得它的 单一的利润率可以更提高 可以更提高 这种符号消费呢很吊诡 它又反过头来要运用文化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那个全球在地化 很多东西你如果不具有在地的文化要素 你就很难全球化 那未来透过 我倒是觉得啦 我插开来我提一下 我觉得AI并没有让我真正看到 看到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它只是提高生产力 创造了新的产业部门 让这个产业部门在某一定特定时期 占有超额利润 那我没有看到它足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或是带来一个新的生产概念的太大的可能性 倒是有一个东西有可能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要看 要看它未来的发展 就是那个3D打印 那为什么高度重视3D打印呢 因为3D打印的特性 刚好跟过去制造业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 过去的制造业是减的逻辑 就每个东西那要怎么 用减法的方式 让它产生适应你的生存形态 那后来它会浮现的就是所谓的 的那种有机的生产体系 是一个不同的生产团结所串联起来一个 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 所以它必须要批量化 才符合它的经济效率 但是呢3D呢 它让退回去那个机械组 这个又是真正经学的概念 退回去让它是单一的制造机工具机 那它是用加法的概念 它是一直堆叠用加法的概念上去的 所以它确实可以做到 确实可以做到就是说 在很高的生产力情况之下 但是又很个书性的去完成它的生产 那这个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形态的变化 包括交易形态的变化 现在也还不敢 不敢多说 因为它就正在发展中 而且它发展速度很快 因为结合那个AI自动化的智能化的这个 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们不知道 我倒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观察的 它跟AI自动化的结合 因为AI自动化它还没有脱离过去的工业体系的概念 但是这个其实挑战它过去的工业体系的概念 那这个我们就还在观察在看 但是倒是回过头来就是说 回过头来就是说 其实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它有它的人本主义思想 或是人道主义思想 关键也是在这里 关键也在这里 就是说它设想的未来一个世界 既要照顾到人的物质的需要 人类再生产本身的物质需要 但是呢又要照顾到人在精神辅民上的需要 那如何创造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 不只是人的那个一般性能够得到体现 因为一般性不体现的话也不行 那这样子人各自输意的话 那人压迫人还是会再产生 所以它的一般性的普遍的利益能够被体现 但是要照顾到特殊性的需要跟发展 不只是人跟人 社会跟社会 国家跟国家 民族跟民族之间 怎么创造那样子一个体系出来 有些人说 有些人现在正在探讨中国的哲学体系 就是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西方这一套一般化的思维体系 包括马克思本身都没有超多 马克思被逼评最厉害就是欧洲中心主义 他一直到很晚年很晚年 因为那个苏联的革命渐渐在兴起的时候 他们跟苏联的那个李文家的通信里面 才第一次同意说 有可能苏联在三个前提底下 他可以走到 走出一条在落后生产情况之下的社会主义化的道路 他过去都是以英国为中心的 然后那样子的一个欧洲中心的模型 那这是他时代的局限性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能 跳脱这一种西方的 线性史观的 那然后那个 就是线性直线演化史观的 出现一个比较多样的思维 而且包容多样容许多样 鼓励多样发展的思维呢 就要看 就要看 有没有可能 也可能有可能 比如中国人讲的和而不同 因为现在有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大家以前都说 那个乾隆皇帝在接见英国 英国 英国那个大使 那后来他不是写了一个习文 送他回去说 那个中国帝大物博什么 什么不假外求 都现在一段时间被看成笑话 但你今天去看他的 重新换一个眼光去看的时候 他里面或许还有一些道理 他那些道理是说 哎呀你也不要来跟我学我的文明教化 这是在中国的特殊经济下产生的 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文明 你就好好的把你那个文明发展起来就好 你不一定要学中国 或者是跟中国交往 那西化人不是 西化人不是 西化人我走到哪里你就要跟我一样 也跟他那个基督教一神论有关系的 那中文是不是也不是 他从来没有说要把中国的这一套东西 政治体系文明 文明体系一定要去驾驭在别人的身上 并没有这个东西 今天来看的时候 那个钱隆讲这些东西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那种和和不同 诶 或许是有道理的啊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重新审视 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什么 就是说 呃这个只能是我们一代一代人去努力 那一代一代人在错误当中 不断的自我的修正 不断的反省自我的修正 那回到一个 人可以發展 而且是可以全面性发展的社会 那是一个很漫长的 很漫长的道路 好 那个我现在知道六点半 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没有谁 还要讲什么东西 如果 没有没有 没有强迫要讲 我们通常是会 我们通常是会 传啦 那要讲的就讲 不讲的就把它传过去 不讲 不讲 那 要讲还可以 我们还有半个钟头 哈哈哈哈 还是 还是 还是没有了 没有了 那其实也 也够了 其他可以再讲 可以一直在挖它 可以一直在挖它 哈哈哈 对对对 好那 很谢谢浮宇 来 来帮我们做这一场的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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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吧 我觉得那个 那个知识密度太高了 很 很辛苦的 也谢谢各位 一直做到现在 好 拍拍手 谢谢浮宇 谢谢浮宇 我总算咬了一个西眼 哈哈 因为 当时 当时要开书店的时候 有跟我 云南我们聊了一下嘛 那后来 忙我的 我也没做出什么贡献 今天总算 总算做出一点贡献 谢谢 谢谢 不要客气 那谢谢浮宇 来 然后马克思还会再放一场 然后下一场的英后座谈呢 我都是找 都是凹我自己的这个 人 人情关系 哈哈 下一场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是留德的 他在德国好像搞了十年吧 他就是 他就是研究 那个 黑格的 魏楚洋 他现在在中正大学教书 中正大学的政治系 所以 我有点忘记是几号 好像12月2号吧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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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的晚上 那个也可以慢慢讲 所以如果你觉得听不够 你可以下次再来再来听 那你就 你就等那个英后就进来 或者你就混进来 我知道你可以拿那个 那个 那个单子 表示你这一场已经听过了 你是自己想来加场 想要再来听一次 马克思 我觉得是够大 够深的一个东西 那 可以 那么多人在搞他 那么多人在研究他 那 我们 我啦 我是很外围很外围的这个 初步了解而已 好啦 那先谢谢大家 那七点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 七点谈那个医生 绿岛的医生 所以跟你刚刚讲到什么 医生要组工会什么 有关 因为他们在 他们其实有点在 在组织一个什么 他们是公费医生 所以 其实在怎么提醒 你又是更被编人 变编啊 对 好 散会 谢谢 下课 谢谢福玉 你瘦了一点啊 有 有 有 柯妹的同事啊 我知道 笑